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诊癌症后,患者疑虑和担忧癌病复发是正常的 每次复诊和进行癌指标测试都可以令你想起癌症,增加焦虑感 然而,如果忧虑变得严重,令患者觉得根皮力尽,可以发生为对癌病复发的恐惧 另一方面,以患病一段时间的患者,就会较为担心癌症恶化 我们放置两者为癌症复发或恶化的恐惧 大约每四位患者中有一位表示,他们对癌症复发的恐惧 达至中等致严重程度 而每四位患者中的三位,则对复发有一些恐惧 患者和他的亲人也会受到影响 一般癌症复发的焦虑在完成治疗后的第一年最为严重 也会随着时间过去而慢慢减退 但是如果癌症复发或恶化的恐惧变得严重或随时间增加 将会导致,逃避参与以往喜欢的活动 严重的困扰,规划事情感到困难 面对选择猶疑不脱 睡眠受到干扰 无法从拾正常生活 对曾经患上癌症的康复者过分保护 人际关系转差 对性失去兴趣 食欲改变 体重转变 和喜怒无常 如果你有以上情况 以及不断反复想像癌症复发和担忧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你可能正经历癌症复发或恶化的恐惧 癌症很多时是慢性的 既可能矮及生命 亦有机会复发 正常的担忧可以逐渐已变成无法控制的恐惧 干扰正常的生活 以下的患者较容易受到影响 第一次确诊癌症的初期 年轻 有家庭负担 特别是需要照顾年幼子女 曾经患有焦虑、抑鬱 或者受其他心理困扰 曾经历长时间 重复、加苦的治疗 应定病患或者治疗对自己有负面影响 同种留科医生关系欠佳 或者对自己的治疗不满意 孤独或者缺乏可以提供支援的人 抗疫能力差 曾经历癌病复发或者恶化 癌症复发或恶化的恐惧可以分为轻度、中度以及严重 当变数增加 例如等待检验结果 听到有其他人确诊癌症 或者偶尔想起癌症 所引致的短暂焦虑 实属适应过程的一部分 恒常地被癌症复发或恶化、治疗或其他方面的思想占据 并成有会想到癌症治疗及一切相关事宜 无论是否意识到深情的焦虑 都代表患有中度的癌症复发或恶化的恐惧 对癌症复发或恶化无法控制的担忧、焦虑、情绪困扰 以致影响日常生活 患者无法正常生活 亦对未来无信心 要处理癌症复发的恐惧 你需要理性地认知复发的风险 以及一个监察健康的计划 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提供一些指引 如有需要 请致电香港大学赛卖会 癌症综合关会中心热线 联络我们的辅导员 他们将评估如何为你提供最佳帮助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